我們實際點進庫棚APP來做點菜 實際測試它的外送時間 原本顯示要二十九分鐘到貨 不過十七分鐘就直接送到 主打結帳十到十五分鐘送到家 韓國電商巨頭庫棚來台 以生鮮雜貨外送切入市場 台北中山區市營運 外送費只要十九元 類似生鮮雜貨外送服務 卻早已有許多電商在做 庫棚競爭對手除了Uber Eats Food Panda 像是東森購物 熊媽媽買菜網 主打在地食臺 三小時配送到家 某某打出五小時超市 意思五小時送到家 PC Home推出生鮮專區 開放冷凍超商取貨 雙北地區隔日取貨 庫棚要怎麼殺出重圍 因為疫情三級警戒 宅經濟帶動生鮮雜貨外送商機 光是熊媽媽六月營收就三倍成長 雖然疫情減緩營收可能回穩 但這段期間消費者習慣了新的外送服務 不用再出門逛超市 未來勢必還是有商機 三立新聞臨文覆莫想真 台北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